白羊经典研究 先佛说故事 第十六页 五 我就是道 如果真的错误 我就是道 这个治理名言 你就能以道来应万事 就像过去你们都是想 你很需要水 你要用水来做什么事 水有什么作用功效 而你既然要用水来做这些事 达到水的作用功效 那你就会选择要用哪里的水 而你无论在哪里 都因为水的相通性 融合性 而一直遇到被污染的水 所以你无法用被污染的水 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作用功效 因此你痛苦 你会因为一直被其他人利用来 启迪肮脏污秽 被其他人随意的倾鉴浪费 而更痛苦更艰辛 可是只要你一旦顿物 我就是水 则外在的一切处置方式 都不影响你水的本性 甚至被利用来洗涤肮脏污秽 你会因为这就是你的功效而欢喜 被拿来清贱随意浪费 你会因为这是他的问题而无助 随着各种需要打破一切限制 感冒任何危险 只要在月赤燥炎热 无法生存的时候 因为我就是水 所以升华自己友情大爱 化为气态 释放一切形象上的沉垢油污 自然能回归为天上美丽的云彩 再一次适时的滋润洗涤人间 大家听得懂吗 我喜欢水和我就是水 差别大吗 我要修半道和我就是道 差别大吗 你们究竟能不能转化自己的心进入佛心呢